白天不開燈啊 雨天不開燈啊 起大霧不開燈啊 跑山路不開燈 下雪搞不好也不開啦 對 下雪不開 因為我醫院的時候來開過營 重點是還白車 對不對 白車在雪地 這個我沒有辦法辯解 台灣就是什麼 山路請開大燈 然後日本的是 除隧道請關燈 雖然 日本的速限可能跟台灣差不多 可是呢 99%的人都不照速限開啦 日本人普遍加速度 大概是速限加多少 加到20左右 我也是覺得加到20 然後你真的有遇到超車的時候 就是要加到30 開到速限的 通常就是被超車的那一個 對 你真的照速限開 沒有人比你慢啦 真的很少啦 坐電車不能講話 但是可以吃東西喝水 像我們之前來的時候 我們在車上 稍微講電話還是什麼的 欸 有人在噓耶 對 我們已經很小聲了 就是這樣子喔 那個 回去後我再打給你 然後旁邊就在噓 然後就 好 這樣子嚴格 我們今天在那個 本週的最北邊 大間騎 這邊喔 就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裡面騎了差不多 32天之後 在日本騎車起來 一些感想 我們的標題是什麼 日本人令台灣人 感到震驚的交通習慣 我先講喔 就是 不管好還是不好 就是只是感到震驚 不代表一定是壞事 再怎麼樣 日本的交通時商人數 就是世界最低 這個沒有什麼好講的 它還是 遠比台灣做得好 也比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都做得好 旅行者的角度啦 對 預防針先打一打 不過你可能比較不了解 我可以幫忙解釋 能不能接受 就看大家自己來 看大家這樣子 好 第一個呢 不開燈 好 這個我完全同意啦 白天不開燈 雨天不開燈 起大物不開燈 跑山路不開燈 下雪搞不好也不開啦 對 下雪不開 因為我醫院的時候 來開過營 重點是還白車 對不對 白車在雪地 這個我沒有辦法辯解什麼 隧道也不開燈 而且其實在前幾年的樣子 日本就已經就是 把車輛要強制安裝自動大燈 這件事情 已經列入法規了 這是強制的喔 那是行車 舊車當然就還沒有一個東西 那你為什麼不變成 強制全時點燈就好 而且另外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有時候出隧道 它旁邊還告訴你 要自己人關燈喔 台灣這點是真的呼籲的比較好 台灣就是從山路請開大燈 然後日本是 出隧道請關燈 我發現 變成的還是有一部分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要白天也要開燈 對 好 這個要講一下 解釋一下 第一個喔 就是 你即使是白天 你會有進出隧道的問題 然後還有呢 在山路上 你可能會突然轉個彎 你找大霧 因為山路會有很多樹 樹 假設陽光直射 就會有很多陰影 樹林 對 就是一下亮一下 暗一下亮一下 那個真的 會容易看不到 然後第二個 再來是什麼 有時候你的車窗 會有起霧的問題 那你其實看後照鏡的時候 你要是車子你剛好 假設你又是摩托車 你沒有開大燈 有時候很容易被人家忽略掉 然後第三個是什麼 其實很常見的 日夜交替的時候 那其實最簡單的就是 你也就全時點燈嘛 總而言之 就是其實開大燈是給別人看的啦 比較容易抓得到距離 然後早在當年 好像1960年還70年代的時候 瑞典就實施了 全時強制該大燈的規定 很好 死亡車禍下降35% 一般車禍下降了25% 那可是當然啦 還是來講那句話 日本即使不開大燈 還是做得很好啦 但是還是開個燈 我們比較抓得到前後的距離 日本每10萬人 你知道大概有多少人 會死於交通事故 大概是25個 我還是百忘 拍攝我一點忘了 可是如果你開大燈的話 搞不好可以再減少5個人 第二個呢 第二個就是超速人 很多人都會覺得喔 日本人非常非常的守法 其實日本人的確很守法 而且其實就算是 法規沒有規定的東西 他們還就是覺得 社會有一點壓力 他還是會去遵守 可是在超速這件事情上 就是讓我一個 完全就是想不到的點 雖然 日本的速限可能跟台灣差不多 可是呢 99%的人都不照速限開啦 這個就是換個講法啦 就是說速限過低啦 高速公路普遍來說 最高速限多少 最高是 我們看到過的最高是寫120 120 然後那個是靠近東京 其他的大部分都是80 80或90 對 可是實際上 大家都是100 100 110 那我們自己這樣開下來 你認為 日本人普遍加10速度 大概是速限加多少 加20左右 我也是覺得加20 然後你真的有遇到超車的時候 就是要加到30 但我心裡的感覺是 假設 比方說 前面的是速限加20 那那個人可能就不太會超車 對對對 開到速限的 通常就是被超車的那個 對 你真的照速限開 沒有人比你慢啦 真的很少啦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警察也沒有在取締 我們也一路上有問一些 日本的騎士 那側速照相機加多少開 他們是說 20之後才開 20 25 20 25才開嘛 對 所以目前聽起來 加20是很普遍 甚至連執法者都容許的範圍 好像是 再來呢 下一個呢 就是 這個比較就不是法規上的東西 而是駕駛習慣 坐在車上吃東西 這個也沒有好或不好 只是我真的很不習慣 他們會走進便利商店 買完東西之後 回車上 然後發動坐著吃 個人是覺得 唉 你們日本人真是辛苦啊 從我的角度來看就是 喔 我為什麼不乾脆在便利商店 甚至是有位子 他們也不坐下來吃喔 他們寧願回車上吃 好 那這個我來解釋啦 第一個 我覺得 他們需要一個私人的空間 像我們這樣 就是坐在外面 對 像我這樣 就坐在這邊 然後開始爬便當 然後他不想被人家看到 我真的在吃東西 這個吃東西的樣子呢 是一個蠻私人的 對對對 一個樣態 所以他不喜歡 吃東西的 這個很私人的時間 被大家看到 所以即使有座位 我也要回到車上吃 來 下一個呢 就是 他們的ETC 但有過複雜 唉 這個真的 真是彈氣啊 真的 很複雜的原因是 應該就是收錢的系統 就是他的這個金流 是怎麼轉向 我認為應該 主要的原因是這樣 因為有一些不能收ETC的 通常都是地方縣 或者是甚至是 鄭 村的單位 我們到九州的時候 他有一些說 只能用現金 那你去租車的時候 你辦了ETC卡 然後你很開心 結果開到那邊 靠北啊 我身上沒現金 只有現金的就是 不是在那個高速公路體系 但是我的意思是 對一般來的民眾來說 就是 反正我就是開車經過啊 我怎麼可能知道 我這個真的 對外國人來講就是 唉 甚至不要講外國人啦 你東京人去到九州啦 唉 那就是我剛剛講的 像這種他可能就是 市村等級 或者是私人企業的 對 所以我們會常常遇到什麼 就是 他的會有ETC 然後有一般 可是一般裡面又有分很多種 第一個 最常見的是什麼 過去的時候 那你就抽票 下高速公路的時候 再把他給他 然後他就跟你收錢 好 可是收錢又有分兩種 有人來收的跟 自己投錢的 跟自己投錢的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就是 東京的市區高速公路 常常看到的 你一上去直接 先收錢 因為我分兩種 人出來的 跟 跟投錢的 然後還有一些交流道是 只給ETC走的 然後像這個我就超不能接受 關於這個 ETC專用出口 我把我知道的講一下 因為一開始 ETC專用出口 是只有在 休息站有 等於說沒有辦法復線的 最近 就是比較有新的高速公路 開始開通的時候 才就是 就是有增加 真的是只有 ETC專用的出口 這也是最近幾年 我才有看到的 下一個 坐電車不能講話 但是可以吃東西喝水 這跟台灣剛好相反 這就是我們跟日本 個性不一樣 第一個 他們覺得說 講話就是 很吵 有些人可能在休息 這個是一個 應該要安靜的空間 那為什麼 他們沒有規定 不能吃東西 我覺得有幾個可能 有些線真的太長了 這個只是習慣不同 只是我個人是覺得 有點訝異 不給人家吃東西 那也太辛苦了 我從東京做到長野 我又不能吃東西 難道我東京做到長野 你不能讓我打電話 那你知道 萬一公司打來了 有什麼解法嗎 去車廂中間的 沒錯 像我們之前來的時候 我們在車上 稍微講電話 還是什麼的 有人在噓耶 對我們已經很小聲了 就是這樣子 那個 回去後 我再打給你 然後旁邊就在噓 然後就 好 這很嚴格 就是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 好 然後再來呢 就是我個人覺得 就是一個 額外要講的 日本的道路的 在這一個規劃上面 我覺得跟美國有點像 可是跟歐洲比起來 我覺得 可能還是要可以 參考一下歐洲 就是 你有沒有常常發現一件事 我們在一個省道 省道 就是它的國道 其實常常 這個國道會穿越市區 那在穿越市區的時候 你說旁邊會有很多的商業建築 他們可能就直接在省道 右轉就進去了 那你可能就會 因為你要右轉 後面的人都會稍微被擋住 這一點其實在 美國你知道解法是什麼嗎 有那個中央左轉車道 我那時候在美國有拍一個 他們就是會有一整條 是左轉車道的 那在那個車道就只能左轉 它就是有三條路 中間是左轉 日本比較沒有 歐洲你知道 會通常是怎麼做嗎 就是 就是旁邊商家的出入口 不會直接在這個省道上面 會從旁邊的小路 那就比較不會有遇到 擋住幹線這件事情 對對 蠻容易 因為我要左右轉 在這個省道 會比較容易出一些意外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比較壓抑的 比較日本人的想法 就是讓讓讓 這個人要轉進去右邊 先讓他 我們等他 他們的個性比較屬於 是這樣子 而且 你看 像比方說 賣場左邊有車子要出來 如果我剛好 我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是紅燈的話 他會讓他 在這趟旅行的前幾天 就有發現一件事 就是有一次 我們要右轉進一個商家的時候 然後對向是兩線車道 內線的讓了 可是外線的因為被擋住了 然後他沒看到我們 然後外線的就很容易 看不見 這個就是我認為 在這種設計概念上 你就算再有離讓觀念 也容易發生的小瑕疵 在這兒 中文字幕後 中文字幕後 中文字幕後